哈喽大家好,我是更新,很慢很慢的慢慢 之前解释海誓有多强的时候啊,有提到过柳氏 所以很多小伙伴私信说,想看长峰的妻子柳氏的故事 那今天就来啦,长峰的结局呢,也会在这里说 如果说长柏和海誓的婚姻是王者配王者 那柳氏和长峰就真的是王者带青铜还差点带不动的故事 那下面就开讲啦 这次的讲解会分为一婚,婚后,柳氏的王者操作三个板块来说 一,一婚,小说里长峰的婚事一开始其实是王室来张罗的 但非常不顺利,主要原因是亲爹圣老爹不大放心王室 这个不放心啊,一方面是担心王室几坏心思 故意给长峰找糟糕的月家 更大的原因是圣恒不相信王室的眼光,觉得他非常的不靠谱 所以呢,圣老爹给王室提了非常具体的儿媳妇标准 家是不要求很高,过得去就行 毕竟长峰基本没有功名在身,又是庶出 最重要的是要端方实礼,贤能输得 如果能够泼辣一点呢,就更好了 因为只有这样的儿媳妇才能够 一,既替长峰撑得住场面 PS,顶得住刻薄婆婆王室的欺负 二,又能够压得住长峰胡来 PS,不让长峰风花雪月耽误正事 然后圣老爹还给总结了一句说 诶,风哥那姓子就得有人踢着他的金锅人 听王圣老爹的这般要求啊,王室直接傻眼了 怼圣老爹说 老爷不如替风哥找个娘吧 然后王室撂挑子了 可是圣红毕竟是做人家公爹的 不能亲自去相抗儿媳妇 就跑去寿王堂求老太太出马 老太太最近忙着逗重孙子的重孙女 不愿意插合他们夫妻俩的事 一把子给拒绝了 然后长峰的婚事就这么先耽搁了 耽搁着耽搁着 长峰就撞上了柳氏这个大运 和柳家结了亲事 为什么说长峰撞了大运呢 先来看看柳家的地位啊 严州柳氏是真正的世代书香 延免了将近两百年的世家旺族 而且严州柳家从前朝起 族中近世举人就没断过 出过两位从一品三位正二品 族中子弟出世为官的更是数不胜数 真正的代代在阴 据说摆在柳家祠堂里有官职的牌位 就是打付牌酒也绰绰有余了 圣老爹每次谈起柳家 总是掩不住的一脸艳线 同时在唏嘘两句 毕竟圣老爹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振兴圣家 并且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在努力 这个呀咱们以后再说 柳氏是柳家主治的嫡次女 咱们之前在贺老太太那一篇说过 嫡房的子女出生更高贵 所以柳氏的身份是非常高的 那身份这样贵重的世家嫡女 为什么会下嫁给长风呢 这就说到那个时代对女子的不公了 其实柳氏本来是定过亲的 许的是定恩蒋家 已经知识的蒋阁老的嫡妖孙 这么亲世本来是门当户对 原本年前就要成亲了 可没想到蒋家公子的父亲去世了 蒋公子需要守校三年 本来这也没什么 柳家也愿意等校期过了再成亲 可没想到蒋家公子在守校期间和丫头私混 还生下了儿子 柳家听说这个事儿就去蒋家询问 可蒋家不愿意给一个满意的说法 柳家便不愿意把女儿嫁过去了 可定好的婚事要解除是很难办的 首先啊蒋柳两家是几辈子的交情了 就算做不成亲家也不好接仇 这门亲世如果慌了 柳家想要撇清自己 就得说出蒋家公子的不肖行为 可朝廷最重笑道 这么一来啊 蒋公子以后的前程基本是完了 但如果不说出蒋公子的不肖行为 那曝出婚约的错处呢 就得落在柳家姑娘的身上 这样一来柳家姑娘再说亲事就很难了 就这么拖了一段时间 柳家姑娘的年龄耽搁不起了 柳大人就想起了长风 想把女儿许给盛家 柳大人和盛宏是智教 两人一路从同窗同科同年 最后变成了同僚 所以女儿的委屈 可以明白的对盛家说 而对于长风来说 这门亲世更是极好 首先啊 虽然女方之前定过亲 但那毕竟是世家敌女 自己呢只是个数字 至今啊也只是个举人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中进食 所以这门亲世啊 是她高攀了 第二 一般女方下嫁会给男方脸色看 这一点呢可以参考王室 但长风的婚事是女方主动求的 这样长风婚后就不用担心 在妻子面前没底气 也不用担心受越加的颜色 就这样 这门亲世在祖母和盛老爹 天马流星般的快言快语下 成了 这亲既然要结 就得做漂亮了 就对外头说 是我实在喜欢柳家闺女的品格 是以明知是高攀 也厚着脸皮上门求娶了 老太太言语果断 盛红早有了全盘计划 然后让柳兄故作为难一下 叫蒋家自己出面 寻个什么守校护灵之类的借口 说怕耽误了人家姑娘 把婚约给了了 这样在外头有个说法 这事难免有人议论 咱们吃点面子亏 让柳家把脸做足了 他们念着好处 以后定然会多多提携风歌 往事倒是想阻止 可惜脑子转得不够快 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合适的理由 既然婚事成了 那作为婚事主角的长风和柳氏 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呢 这就要说到婚后了 长风和柳氏成婚后 两个人是互相看不上眼的 对于长风来说 柳氏的颜值达不到她的要求 据小桃线报 成婚当晚 长风挑了新娘的盖头后 是亮腔着脚步出房门的 表情比当初林姨娘被赶出胜负还要沉痛 其实柳氏长得不愁 甚至有几分端正文气 只是不是长风喜欢的类型 而且这位三奶奶的性格也随了父亲正派端方 这样一位从外表到内力都古板严肃的妻子 长风自然不喜欢 说来也巧了 柳氏也看不上长风的亲服不正经 所以即便婚后第五天 长风就去了通房的屋里 柳氏也不在意 这一对新婚夫妇感情不好 王氏很happy啊 但他还没有高兴多久呢 人家夫妻俩感情好了 原来是祖母和盛老爹出手了 长风自小性格就是绵软多情 婚后也不指望他能改好 小夫妻俩感情不好 盛老爹就每天按吃饭的顿数教训儿子 老太太也说 夫妻感情不好是长风的错 并且拿着盛老爹那套说 盛家长子必要嫡出的话 遗弃发落了长风屋里四个通房 都隔离到庄子里去了 这时候亲妹妹莫兰嫁出去了 生母被发配到庄子里了 身边没有一个能说知心话的人 长风觉得自己的世界 戚风苦雨 日子没法过了 正在这个时候呢 刘女士向四面楚歌中的盛长风 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 按照防妈妈的小道消息 刘氏在长风又一次被骂后 端着宵夜去书房安慰丈夫 然后长风就跟过娃娃似的 扑在刘氏怀里狠狠痛哭了一顿 第二天刘氏脸也不摆着了 说话也不难听了 温温柔柔的 两个人好得跟蜜糖似的 再后来刘氏就把几个通房领了回来 长风感念她的贤惠 反倒跟她更好了 又主动散了两个 只留下两个老师本分的 明朗八卦的问房妈妈 说这件事是不是老太太 圣老爹柳氏三个人商量好的 房妈妈高声默色的说 聪明人无惜串联 这就是柳氏 纵使婚姻不顺 她也能够变逆境为顺境 而与柳氏形成鲜明对比的 就是小情世的亲生女儿顾婷灿 这个呢以后也给大家说一下 三柳氏的王者操作 记得之前说过 出生世家的海氏 在宅斗方面是王者 其实柳氏也不遑多让 那次是过年 圣家四个男带着各自的夫君回圣家 墨兰就逼迫长风 把林姨娘从庄子里接回来 而且说话句句带刺 咄咄逼人 长风扛不住就去看柳氏 柳氏直接有理有据的 把墨兰怼了回去 墨兰说自己是出嫁女 没办法 长风是男子汉 为什么也不出头救生母 不管生母死活 柳氏就回怼 相公是男子汉 可正因是男子汉 就更知道 有所为有所不为 四妹妹保读师叔 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了 姨娘对相公有生恩不佳 可在姨娘上头 还有老太太 老爷和太太 难不成为这姨娘一个 就罔顾对老太太 老爷和太太的孝道了吗 六世侃侃而谈 朗生辩驳 自我进圣家门口 每季均往庄子上 送衣裳吃食 来人也时时回报 姨娘的日子 虽寂寞了些 可并未吃苦 这又何来不理姨娘死活之说 忘了说 李姨娘在庄子上 就是死气沉沉的熬日子 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柳氏就回怼 姨娘做了错事 当然得受罚 当年之事 相公已与我都说了 说句不恭敬的 姨娘确实不当 四妹 你也是为人妻为人母的 难不成 你觉着姨娘做得对 我不如四妹妹读书多 只知我与孩儿 一切尽要仰赖相公 听从相公的 木兰一看这样不对 又开始转换方式 打感情牌 提醒长风 林姨娘有多疼她 说长风是林姨娘的亲骨肉 怎么忍心 长风就拿出之前和柳氏商量好的说辞 回木兰 说以后分了家 就会接林姨娘回来 可像盛家这样的家族 肯定是要等父亲亡故子孙 才能分家的 而盛老爹身体一直很好 分家怎么说 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还不知道谁熬得过谁呢 于是木兰便讽刺柳氏 遇夫有道 说嫂嫂真是遇夫有道 说柳氏的话比盛恒还灵验 这话说的就有些过分了 长风直接把木兰骂了回去 柳氏也不接这个话茬 只是温和的对长风说 相公跟四妹妹治什么气 四妹记挂姨娘 说话冲了些 也是有的 好了 你赶紧到前头去吧 待会儿吃起酒来 爹爹一个 可应付不来四位孤言 相公可要挡着些 那我吃醉了 倒不要紧 回来 我给相公熬解酒汤 小夫妻俩秘理调油一样 这就是柳氏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不卑不亢 张弛有度 而柳氏作为世家女儿 观化人家媳妇的业务能力 也是杠杠的 小长冬的媳妇 秀巧就很喜欢 又崇拜这位三嫂 那年又到了中秋节 大嫂海誓随常摆 赴了外人 三嫂柳氏怀着身孕 按理说中秋宴 应该是她来张罗 可是她刚刚进门 什么也不懂 柳氏就笑着让小弟媳妇 只管坐着吃饭就好 自己挺着大肚子 轻描淡写的就安排妥当了 这里插个题外话 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 普通观化人家 和世家大族的差距 秀巧娘家是刚刚发起的武将人家 身边只有几个 刚买来没两年的小丫头 基本没有什么 在内宅做事的经验 这里举个小例子 古代的女孩子 每个月也是要记录姨妈时间的 这样一方面是帮助调理身体 另一方面呢 还可以在女子出嫁后 帮忙初步判断是否有喜 而秀巧身边的小丫头们 是不懂这一些的 还是后来摸摸娇了才知道 可海氏柳氏身边 却有很多今年的妈妈 媳妇 不仅数量多 而且质量好 个顶个儿都是 以一当时的能手 都是多少代的 师谱累积训练出来的 但同样是低价 柳氏却有海氏 没有的困苦 首先是丈夫性子 太过绵软多情 小说中老太太 中毒清醒后 在长白的劝说下 跟着长白去附了外人 在送走老太太长白后 盛老爹看着空了一大半的胜负 心情低落起来 长风很有眼力见 看见老爹心情不好 就提议兄妹几个一起吃饭 果然盛老爹一听就笑起来 连说好好好 长嫂不在 柳氏就笑着去安排了 原文中是这么描述的说 他先叫婆子在偏厅上手 摆一张长桌 两边是四张小方桌 再去食盒汤中饭笼若干 各桌摆放的传花图形均不同 手桌餐具最大余下次之 一个管事婆子见了就笑着说 奶奶这是要上分实验 摆琳兰捉了 柳氏笑笑 她有自己的考量 她想着 虽然是父兄姊妹骨肉血清 但行面上要吃酒 推杯换盏的 还是避讳这些好 果然盛老爹入席后 看见天堂扩朗 两边下方儿女整齐 既气派又热闹 十分高兴 就从长风赞了句说 你媳妇是个贤惠的 你不许淘气胡闹 然后这话让随时的仆妇 一路传到柳氏那里 柳氏如母喜上眉梢说 不枉奶奶累了这半天 到这会儿还没吃上口饭呢 柳氏却只是疲惫的说 这能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长风有大哥长柏那样的本事 事事都能料理妥当 她也愿意学大嫂嫂海事的甜蛋 不操这个心 长柏在祖母中毒事件中的表现 真的是堪称一绝了 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类似的事情 落在长风身上 结果会怎么样 别的不说吧 就说林姨娘的事情 她都不一定能处理的好 而这也是柳氏婚姻中的 另一个大坎 记得那一次 柳氏和小弟媳妇秀巧闲聊 秀巧和长凳是盼着能够早分家 因为分家之后 小夫妻俩就能够把香姨娘接出去 让香姨娘过几年好日子 可柳氏却希望能够晚一点分家 因为真的分家了 没有了老太太和长柏的压制 长风肯定是要把生母林姨娘 接到家里奉养的 按照林姨娘的脾性 家里肯定不能再过太平日子了 但柳氏也不是迷捏的性子 林姨娘还被关在庄子里时 就被她怼得体无完肤 具体细节呢 等以后在林姨娘结局的视频里 咱们再说 所以柳氏这一生啊 真的是幸运不幸交织 她很幸运有爱她的父母 第一个未婚夫不妥后 父母的第一选择仍旧是女儿的幸福 但她又可能是不幸的 和大嫂海事一样都是嫁嫁 但她的日子远没有海事过得好 但可悲的是 柳氏可能会是那个年代 大多数后展女子的缩影 好啦 长风和柳氏的事情就说完啦 其实我自己感觉好像辣了一些什么 主要是长风和柳氏的情节太过临散 很多甚至是在别人的口述中一笔带过的 再加上呢 我又想缩减一下篇幅 所以有些细节想起没有说清楚 嗯 这样吧 后面再给这对夫妻开一篇问答 小伙伴们如果有想问的 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 我筛选一些能够答得出来的问题 再加上我没有说完的细节 给大家再做一期问答视频吧 那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